今天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上 永远以眼前的利益进行计算 去随波诸流的能力添花板 这个人从能力上来讲真的太强了 但是他的最终结局 跟他的辈分 能力 威望乃至寿命 完全不匹配 老天给了他一切能成大事的硬件的同时 配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脑子 聪明在咱们国家的语境中 褒义的时候仅限于孩子 机关算尽太聪明了 英雄的人生乃至历史的真正大剧本 基本上都是真龙齐局 你都是看不出来后手的 1934年的冬天时 你猜得到后面的历史 居然会谱写出那样璀璨的诗篇吗 上苍注定不会每一把 都让你精明算计后 永远盈利的现负现结的 注定会有一些你看不懂的 或者说在当时是吃大亏的棋局 去等待诗部之后的豁然开朗 这世上的精算师们太多了 他们最开始看不见 第二阶段看不起 第三阶段看不懂 等虚竹落子破阵之后就来不及了 上天从来是获到付款的 他不会被你算计的 惯例说说今天的主要人物 一句话 今天的主角是武川天团的第一代 和第二代的两位投马 贺八胜和宇仁泰 与此同时还有惊喜 李虎和独孤信这两位大堂组员 今天将作为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534年的2月 在高欢的设计之下 纯中武川派的领头羊贺八月 被另一派的首顶侯姆陈岳杀于营中 武川集团的第一反应是直森 由武川派中最年长的 又嘟嘟寇洛带着兄弟们回到了平凉 到了大美名之后 武川派开了新领导的民主推荐大会 同志们的第一选择 是选岁数最大的寇洛为盟主 注意 大伙推举寇洛的岗位是盟主 所谓既旨远舟 众贤推洛为盟主 统阅之众 来看一下档案 寇洛其实属于武川派的边缘人物 他虽然是武川的机关 但是早期并没有加盟过贺八兄弟 也没有和中山集团袭杀未可孤 而是早早的就南下投奔了尔珠荣 西征之前被贺八月 以老乡的关系招募 大伙推举你这个边缘人当盟主 是啥原因呢 第一 你岁数大 第二 你说话不好使 你的军功都是在入关之后 给贺八月卖命的时候立的 你的功勋贺八月任 老领导尔珠荣任 但在我们眼里就那么回事 大伙推举寇洛的核心原因 不过是别让这个位置虚着 当个橡皮图章 将来是咱武川代表大会说的算 寇洛相当明白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武川派的网络中心 一把年纪更明白自己 没必要被你们这帮小伙子当把子打 死活退掉了这个盟主 这个时候 一个极具分量的人说话了 跟宇文家族和独孤信 一块当初避难中山的赵桂说话了 之所以说他此时极具分量 是因为贺八月被杀之后 面对大伙的止损撤离 只有赵桂对其不吓到 咱们得讲义气 贺八公对咱们有恩 咱们不能像他们一样 大哭之后 带着自己的五十个亲户 去炸香侯姆陈月 随后情真义切 淹慈慷慨地请求收敛贺八月 侯姆陈月被感动了 等得到尸体之后 赵桂迅速地逃回了组织 赵桂带着千江岛的尸首回来的 武川是六阵系统的 属于草原规则和中原规则的混杂之地 人家无论是从草原规则的英雄 还是从中原规则的忠义 都让赵桂此时闪闪放光芒 赵桂道 咱老元帅中攻进阶 却惨遭暗害 咱们第一件事是报仇 必须有人能领导我们学耻 下周次是云太 能力采取最高 三军有命 法令严肃 赏罚分明 显他最能代表我们武川兄弟们的根本利益 赵桂的呐喊 随后赢得了最高票数的支持 赵桂说了眼下最有分量的一件事 我们要报仇 从能力来讲 宇文泰是不二人选 当时还有声音说去荆州请贺巴胜的 还有声音说去洛阳厅皇帝的 但这都是零星的声音 宇文泰几乎是压倒性地得到了推击 刚刚推辞盟主 朱将年龄最大的武川人寇洛 力挺宇文泰 贺巴越的新富虎将 现阵一哥武川人鸿沫陈虫 力挺宇文泰 朱将中年龄最小的武川虎将 若干慧力挺宇文泰 贺巴越新富长使留守长安的武川人雷少 千里迢迢奔赴 力挺宇文泰 正希将军 武川人良宇也从长安远赴平梁 力挺宇文泰 有纵横激略 成先锋献镇的大都督 中山人流量 力挺宇文泰 都督 代人达西武 力挺宇文泰 都督 圣业人杜舍舟 力挺宇文泰 都督 辽西人一丰 力挺宇文泰 等等等等 贺巴越的集团中 以武川派为主 包含各种机关和履历的同志们 纷纷推举宇文泰 来说一下宇文泰当选的原因 第一 宇文泰的能力确实鹤立鸡群的强 近二年的贺巴越的所有集团发展方针 基本都是宇文泰建议的 他也是贺巴越钦点的政务左右手 能力上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之前贺巴越开会讨论推举 镇下周的人选时 宇文泰就已经被民主推荐过一次了 第二 宇文泰的革命履历丰富 政审没问题 他大哥死在武川群雄西沙未可孤之后 他爹宇文公和他二哥死在中山加盟先修礼后 他三哥死在葛荣被平之后 宇文泰有着武川派中最重要的两层背景 跟贺巴兄弟有关系 跟中山分多的兄弟们有关系 第三 最重要的一点 辈粉底 年纪小 虽然宇文泰的家族履历丰富 但他本人展露头角的时间短 而且此时宇文泰仅仅28岁 赵桂晚年和独孤信密谋夺权的一句史书记载 是这个问题的完美阐述出 桂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仪 翻译下 赵桂独孤信和宇文泰是一个辈分的 在贺巴越的眼中 我们都是小孩子 都是经理 你宇文泰在我们眼中 大家都是一个辈分的 今后都是股东 同志们 思考问题时 利益方向一定是摆在第一等的存在 赵桂 独孤信和宇文泰 这都是中山分多的履历 虽然赵桂的年龄史书无载 但独孤信这一年31岁 仅比宇文泰大三岁 由此推测赵桂大概率也这意思 都是边边大一块玩大的地形 贺巴越前面在讨伐曹尼时 就是专门派的赵桂去求策于宇文泰 所以越狱讨曹尼 且督督赵桂桂这下周与太祖祭祀 就是因为赵桂作为宇文泰的好兄弟 能最原原本本的复述回答宇文泰的意思 不用担心别的人使坏竞争阳加工 再看看刚刚推级元泰的武川第一猛将 侯们陈崇 此时19岁 大肚肚流量 此时28岁 达西武 30岁 等等等等 这一群尚好的青春 最终民主集中 酝酿出了元泰接班的这个人选 在这个立志上的无信仰时代 武川代表大会选出了立善的最妖姐 只有一个人 选择了实际行动千里迢迢的去荆州找贺巴胜接班 这个人叫李虎 他是贺巴越的家将 来我们放大一下史料的原文 这是一句让我们很感动的史料 太祖兴业富高 高患那边屁都放成啥样了 李虎是千里寻主 这位爷是唐太祖 时任贺巴越同管内外军事的左军大都督 极受重用 所以贺巴越既阵拢幼 以太祖为左军大都督 为以内外军事 虽然说李虎是他贺巴士的家将 有着贺巴士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考虑在内 但李虎的这份千里寻主的中意 在这个时代显得太突兀了 什么年代了 义字是什么意思了 中字怎么写来着 冥冥之中 老天似乎给这份中意在几十年后送来了馈赠 天上砸下来一个一把手的消息传到了袁太处 袁太找来了于锦进行商议 咱们这个系列出场时间最早的系列巴助国 也是巴助国市价中年龄最大 自立最老的于锦 此时已经42岁 已经混到了跟袁太打下手的地步了 于锦跟贺巴越兄弟们最早就有交集 六阵之浪刚闹起来的时候 人家就是那碍入虾骨肉长肢大腿的北魏司令 袁深手下的第一灿磨了 由于跟主流的关系深 底子后一直走的都是上层路线 结果北魏一年不如一年 自己去跟朝廷汇报的功夫 跟了好几年的北军总司令被干掉了 他跟的袁深绿的那位袁晖 此时还在朝中掌权 他也因此不会得到啥好脸 于锦满脑袋包 于锦随后又站着跟武昌高层友交集 抱紧了耳珠天光的大腿 跟随了西路军入关 还是很有套略的 毕竟耳珠镕实在太如是中天 他已经贴不进核心圈层了 而耳珠天光是耳珠镕最看好的 家中后备干部 这是第二梯队的核心 我先曝露下一届领导班子 但是谁也没想到 飞龙骑脸的碾压鱼 愣让耳珠镕给送了 于锦后来跟随耳珠天光去讨伐高宽 败后逃回了关中 最终跟着宇文泰去了下周做掌食 六阵刚起义的时候 就已经是核心参谋的高层领导了 兜兜转转的一圈后 当时看貌似全都没选错 但命运就是爱开这玩笑 马有千里之城 无人不能自亡 人有凌云之志 非运不能腾达 好在于锦的大运还是到了 他没有错过这最后的贵人 于锦对云泰说的建议 北魏那已经完了 全臣善命 群道亨起 百姓无救 民工仗超市之资 怀济势之劣 四方远近仙所归心 愿早见粮土以赴众望 原太道 接着说 于锦说 官中为秦汉救度 无声天府 价儿骁勇 高一之力 稀有巴蜀之劳 没有养马之力 今若祭其要害 召集英雄 养族劝农 族观事变 况且天子在洛阳身边群凶环伺 若民工恳请千都关中 等天子到来之日 可携天子令诸侯 奉盲命讨暴乱 则霸业可成 于锦通过携天子令诸侯 奉盲命以讨暴乱 对袁太完成了拥护表态 袁太和班子开安会之后 定调道 侯母陈月 竟然害了贺伐公 竟应该顺势直举平凉 现在反而撤回屯兵水落城 这就知道他没有啥本事 时间最重要 要是去得晚了 平凉的人马就散了 所有的齐名 现在赶紧跟我南下 袁太在南下的途中 在安定遇到了被高分 安排来接手贺八叶队伍的侯警 袁太道 贺八宫随死 我宇文太还活着 你想干啥 后领道 我就是只剑 被领导射这儿来的 别急眼 你来了 你再把我射走 啥玩意能相扶魔鬼呢 宇宙大将军在高欢活的时候 始终跟小猫一样 他跟宇文太说话 那家伙也客气的 不要不要的 结果到了光辉念经的笑眼那 那瞬间就变成魔鬼了 下面这句话好值钱的 任何形式的合作 本质上都是在不断权衡自己获益成本的大与小 哪怕再亲密的合作伙伴 你也永远要有能给对方造成同归于尽重创的杀手锏 这是你们永远甜蜜下去的关键 袁太来到平凉之后大哭发送了贺八月 武川军团的军心终于稳定了下来 时间上相当惊险 袁太射走后颈之后 洛阳的皇帝袁修也派了五位将军袁皮去招贺八月的军队回洛阳 袁皮到平凉时 袁太已经到了 袁太给袁修送了授折 啥事儿 第一 我已经被民族击中出来了 第二 东有高欢 西有鸿沉岳 队伍都是西北人练家 我缓缓再带队伍东进 袁修无奈任命袁太为大都督捅贺八月的队伍 另一面 李虎去了贺八胜那 贺八胜对于关中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仅仅派了独孤信来的刮彩票 此时的袁太已经被推举成了一把手 看到了貌美独孤狼这位一块长大的老乡后 表面上相见甚欢 最有一肝子给独孤信支洛阳去了 兄弟好归好 但你小子是贺八胜派来的滚笨你 国际上各路蠢蠢欲动都打发走之后 袁太开始帅同志们去找侯姆陈岳报仇了 侯姆陈岳蒙蔽了 我操 最后怎么撑了这么个结果 到了 到了 莫辰提神了 小黄的原先 indifferent unbelievably 客人 周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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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平梁出兵动真格的以后 就劝侯姆陈岳 元泰不是一般人 得重任此理 现在为贺娃叶来报仇 其实不小 现在最好放弃兵权 投降认错 不然会死得很惨 李毕对话 其实跟放屁一样 侯姆陈岳已经杀了贺八月了 咋可能解冰谢日 但李毕此时 单纯就为了放个屁吗 李毕的潜台词 其实是在说 你现在要是不体面 我将来可帮你体面 为了兄弟们的未来 快自己了断了吧 万一交枪不杀的 元泰也不是第一次 来咱们这儿搞松途了 李毕早在内部 就做好了思想工作 他对新夫们说 元泰才对惯事 得意可踪 会保证咱们的利益 侯姆陈公 至小谋大 哪操得了这高端盘 咱们要是再不自救 就跟在一块灭族了 侯姆陈岳 逃到六阳的转天 李毕派使者 投降了元泰 元泰道 得到你 拿下天下都不叫事 李毕所有就差表态说 我那外甥可不是个体面的人 我又九种办法弄死他 九种 当夜李毕对其不许道 领导打算退往上规 你们咋还不打包行点 因为李毕是 侯姆陈岳的衣服 所以大家认为 是内部消息 然后当夜李毕开城门 率自己的不许 投降了元泰 此时的六阳城 已经被他恐吓的 一片鸡飞狗跳了 元泰趁机率兵攻击 大破六阳 抓了俘虏万鱼马匹八千 侯姆陈岳仅率数十骑兵逃走 从八千骑兵的家底来看 侯姆陈岳其实并不是个好啃的骨头 龙溪的战斗 也从来没有那么轻松的 侯姆陈岳最终迅速的输掉一切 是自己一副捅的刀子 史料中说得很明白 必乃先持聚城门 以畏计之 遂庸重以归太祖 愿由此遂败 这人可真够草蛋 这个丑陋的时代 侯姆陈岳其实从头到尾的算盘 打得都没错 但你弱 就是最大的错 侯姆陈岳在投奔灵州苍尼的路上 被追兵赶上 自已而死 战后 宇文泰进入上规 没收侯姆陈岳的俯库苍林 战利品 宇文泰自己一点不要的 全伤给了弟兄们 他身边的一个亲信 偷偷的拿了个阴翁回来 宇文泰知道后 触发了他 并将阴翁剖开 分给了将士们三军大阅 以为他为何八叶复仇的上位之战 从头到尾 从里到面 无可挑剔 乱世拼的是实力 能者居之 只要你能够足够强大到 能在极其竞争的严苛环境下冲突来放选 后世自有大如体影片精 当年谁能想到一个团购的网站 能够完成农村包一城市 又有谁能想到买大牌买正版的时候 继自营这个概念之后 现在又在我们脑海中植入了一个白衣补贴 拼得的白衣补贴 也知春天在哪里 重磅来袭 全类目爆款且大放假 超值低价不具比 在拼击的APP 速度关键46611 点击参加活动 或者点击评论器链接 就能直达白衣补贴活动会场 春天了 咱喝口地道的春茶不过分吧 如今大品牌茶茶们也进入咱们白衣补贴了 西湖牌铭铭铭铭 半斤装补贴后仅售235块8 师封牌铭铭铭铭 这两桩补贴后仅剩238元 还有白大师张一元等诸多产品 都已经进入咱们白衣补贴会场了 咱买茶叶的时候 也可以先搜索咱们86661了 手机方面如今市场上的大需求 基本上还是华为和苹果的双强擂台 咱们国货直光的华为面特六零系列 如今再拼得多现货苏发不用抢 iPhone15价格历史底价只要4538 全系最高支降2000左右 小米vivo等等热门爆款也都是常驻嘉宾 想换手机时咱还是耗对个直接给咱降价的 实实在在就是少花钱了 惠普《暗夜精灵》这个游戏本代表 全系列都在拼多多有兽 高标的《暗夜精灵》时补贴1700多元后 价格已经被打到了岁数 入门级的《暗夜精灵9》补贴1400元后仅售5699元 容量速度均在线皆为游戏而生 软硬镜均做到了多一提升 让我们的游戏体验再紧接 春来了 春天是各方面需求都开始澎湃的季节 需要的东西那么多 咱这里肯定是欧钱 总之 不管你是想换的数码加件 还是囤货日用 根据你的预算 都可以在《暗夜部贴》中找到自己新衣且合适的选择 所有《暗夜部贴》商品承诺假衣配时 前游品质件双重保障 甭管想买啥东西 先在拼多多APP搜索关系4866聊 或者点击评计器链接 去进行拼多多百也不贴比价 同样的商品基本都能再省好几百 省谁来的钱 给小驴掏打屁就成了 鸿沫沉月的同党宾州刺史 孙定儿占据着州城不祥 手下有数万人马 袁太派刘亮去袭击孙定儿 孙定儿认为迪金路远 虽然没有防备 结果刘亮闪电部队再前进 赶到后先输一大骑一进城高岭 然后仅仅率下20名骑兵就飞奔入城 当时孙定儿正在酒宴 突然就被刘亮闯进来砍死了 然后对两名骑兵指着城外道 去叫大部队来 城中就此被镇住 宾州拿下 其实吧 后面我们讲到很多李世民的操作时 大家就千万不要惊讶了 因为单从今天这一截看 就看到了侯莫沉重和刘亮 两次的猛男剑刀操作了 像后面杨中跟袁太狩猎 是一个人跟猛兽对打了 五个人守核桥了 这都是人家武川军团的常规操作 武川基因里面崇尚的是仙灯县阵 是兄弟们跟我上 是大将亲临一线阅读战阵 李世民之所以那么猛 是有优良传统的 是随根的 高欢听说袁太平定了秦龙 随后赶紧派使者送你来结盟 袁太不给脸直接打包送洛阳了 皇帝元修命袁太东进 此时他和高欢即将开达 袁太下笼山后听出了一件事 此时的长安已经被洛阳安派的 加显渡给占领了 公元534年的5月 袁太仍在笼山的时候 加显渡被任命为的雍州刺史 西道大清台 这位加显渡是跟胡思春 蒙氏杀耳珠是龙的旅物之一 趁着武川派不在 胡思春安派这位同类去了长安 结果加显渡到了关中后 就迈了同党投靠了高欢 派船接高欢 原旧侯姆陈岳的一万兵入的关中 等武川派杀回来以后 背叛已经轻说熟路的加显渡 迅速又变脸了 欢迎新领导同志们到来 总部领导们可来了 你瞅我这脖子 天天往西边瞅的都瞅得警罪病了 至此关中尘埃落定 袁学一员太为势中 票级大将军开辅一通三思 关西大都督六阳县功 城志丰拜诸将 自534年2月和8月被暗杀 武川集团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00天 在这100天的时间里 武川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出的袁太为化石人 袁太又雷厉风行的帅兄弟们报了仇 从豪沫陈岳手里接手了整个武川集团 并讨灭了所有叛变的不服势力 534年的5月 袁太彻底接手控制了关中 这个时间点相当关键 因为东方即将聚变 后三国的格局 即将在两个月之后 正式拉开帷幕 公元534年 是后桑国的开启元年 后面接待双交的所有恩怨纠葛 数十个猛将跌血沙场的铁血传说 从这一年开篇 2月赫八月被杀信消息传来 袁修的西面被断一臂 水被搅浑了 高欢和袁修就此开始了加速度 高欢在洛阳安排的心腹 势中孙腾居门下响 与胡思春共掌机密 感觉到了洛阳即将对高欢摊牌 孙腾抽冷子率十余骑兵奔赴晋阳 高欢的妹夫 领军将军楼昭 也扔得进军编制和孙腾前后脚北归了 袁修随后以胡思春兼领军 分治都将及河南关西诸四史 加县度就是在这个时候 被安排到的长安 534年的5月 是个所有时间线 集中爆发的月份 宇文泰干掉了 河沫陈业报仇成功 帅熊啾啾骑昂昂的武川军团 杀下笼山 加县度再次强头草跪舔 也就是这个5月 袁修认为高欢欺人太深 打了打算盘 觉得优势在我 于是以讨伐骁眼为理由 蒸发河南诸周治兵 准备讨伐高欢 6月 小机灵鬼袁修给高欢去了一封密绕 表示袁太这个大坏蛋 攻破亲笼 虽意安排行政变质 但嘴上还得拥护我的领导 我和群臣们沟通了以后 问问咋办 大伙都说妈打压的 现在我准备夹成难法 内外戒严 一是吓唬袁太 二是吓唬笑到头 你别多想啊 高欢根本就不搭理你 什么狗屁密照 好不容易得到了武装上反的理由 赶紧上表道 袁太和笑眼都不是好东西 打这俩不能光让黄河以南忙我 我们大河一北必须为我出地 我现在派20多万帮帮场子 表示我麾下的山西和河北 绝不偷金耍瓜 妈溜这就去洛阳听您老知道 袁修看到自己这些小聪明 给了大流氓顺理成章的南下理由 于是赶紧赵群臣 琢磨砸让高欢冷静下来 高欢随后去了风奏张道 我受到奸臣的挑拨离间 让陛下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高欢对天发誓 我要是敢辜负陛下 就让老天屁了我 让我端子绝孙 陛下您要是想跟我再续前缘 止息干戈 希望您把那一两个奸臣给废了 我跟他睡过 我全家死光可以吗 你真牛呗 来来来 把史料原文列出来 我们放大字体哈 这是我在中国最长的乱世中 最猫躬俗然冷汗直流的一封奏书 自司马老贼落水放屁之后 在无下限的黑暗演化下 高欢将誓言这种最神圣 最崇高的人类七月精华 彻底无耻化到了 史上的下见之罪 高欢对颜秀说 陈耀赶赴陛下 是身遭天阳 子孙舔绝 对誓言一叮叮点的敬畏都没有了 高欢这辈子最开始就是普通发誓 后面是结拜兄弟算计人 到现在开始读咒拿子孙发誓 这就是已经 就息已经不过瘾了 开始直接注射了 你跟你心腹开班子会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谋划的吗 大伙会怎么看待你这胭脂糟糟的发誓呢 大伙会将你这套收入到兵器府之中 将来以彼之道 还事彼身 而且真的没有报应吗 他北齐的那堆皇帝 没有一个活到32岁的 一个个堪称狂暴乱伦风魔的极大强者 中国皇族XXX是皇冠上的黑珍珠 就是他北齐告假 高欢一边读咒发誓 一边开始给洛阳断粮 以准备帮元秀迁都叶城的名义 增加了河东和济州乔澳城的兵马 整个河北和清徐的粮食不再送往洛阳 全部调往叶城 此时的徐州已经被高欢控制 元秀派系的官员已经被高欢直接打跑了 徐州乃至整个中原的粮草 经四水环宫毒输送到了乔澳城 整个山东半岛的粮草经过济水输送到了乔澳城 所有两方面的物资经四渡口逆黄河而上 在方投入清河进入到了夜城 高欢把千多的物流断粮牌打出来之后 双方正式撕破脸了 高欢正式起兵宣告道 我遇尔珠氏膳权 居大意于四海奉代主上 义贯幽名 被奸定胡思春传言构陷 当年赵阳兴晋阳之甲 诸君策恶忍 现在我南下只是诸杀胡思春而已 袁修下令所有北来文武官员 全部自行接近去留 下召高欢大罪准备北伐 袁修随后召唤了自己的复仇者联盟 结果来了一群天线宝宝 江湖的旧集书先送到了贺拔胜这 贺拔胜听到了袁修的召唤后 开班次会讨论 卢柔道 高欢悖逆 上册是您席卷兵马 傅洛阳跟他决胜负 中册是您北祖鲁阳 难病救处 东连掩狱 吸引观众 代价百万观信而动 下策是举三经之力 投奔良朝 贺拔胜听了以后 笑了笑 没有表态 卢柔这就是根本不了解领导是啥人 领导问的是 你觉得他这回该嫁谁 他该怎么再嫁 以及啥时候嫁 你瞅瞅你那上策说的四人话 还去洛阳跟高欢十科 你让人生精算师的领导去当炮灰 你几个菜喝成借样 贺拔胜最终也出兵了 但行至广州军 这个广州治所在今天的鲁山县 就打住了 所以 属七身五与地有戏 照胜引兵附落 至广州 犹豫未尽 这里看着地图说 贺巴胜俩算计 第一 袁修要是赢了 我冲上去秦王 第二 袁修要是输了 我冲上去补刀 袁修的第二个全信是地道的关西 任袁太兼上述谱谊 关西大兴台 还答应把冯义长公主许配给他 对袁太 帐内都督扬剑道 回去告诉你们兴台 让他派骑兵来借我 袁修随后任命前 秦州自是洛超为大都督 率一千计 前往洛阳 袁修在面子 奏执一千清计兵 这哪是秦王的 这是送的一个 抢皇帝的快递公司 而且这一千清计 到了洪农 也不往前走了 袁太俩算计 第一 你要是赢了 我出兵秦王 第二 你要是输了 我抢你入关 哎呀 无论是西边还是南边 喜感非凡的局面 七月初九 袁修据说要亲自率兵吞河桥 以胡子春为先锋 称兵于盲山之尾 胡子春请率两千经济 渡黄河 趁高欢行军疲毙 突然袭击 袁修最开始同意的 但皇门侍郎杨宽劝道 那是胡子春的 您把兵给他 他转头把你卖了呢 当年耳朱是砸死的 况且他灭了高欢 就成了下一个高欢 袁修下诈 禁止了胡子春的行动 这个人要是臭的戒 高欢打着杀他的出兵名义 都不被相信 画面太喜感了 袁修随后把胡子春 知虎牢去了 也不提打高欢的事 就是想守住黄河 袁修太听说以后 对身边欣赴道 高欢数日兴八九百里 此兵家之所计 当趁其疲弊击之 现在皇帝那边只守不攻 黄河袜子一砸 可能守得住 他没戏了 袁修随后立刻命 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 从土板渡河 向河东进军牵制高欢 又派大都督李贤 率一千经济 赶往洛阳 这皇帝要再不抢 恐怕就来不及了 此时的东面战场上 高欢的妹夫向周四 斗泰已经率叶州军 来到了黄河边 与贾显志在长寿金相遇 贾显志暗中跃降 引军退走 斗泰轻松过了黄河 然后受降了华台 华台丢了以后 胡子春害怕了 派人劝袁修大势已去 咱们还是去关中吧 此时逃跑了两个方向 一个关中 一个荆州 很遗憾 南边的贺巴胜 被老战友胡子春放弃了 越是共过事的同类 越知道对方是个啥德行 此时高欢至黄河北施玉礼 再派侍者表态 回头不晚 7月26 高欢指挥部队 动过了黄河 7月27 袁修在心腹王思政等人的劝说下 最终选择逃往关中 派侍者召回胡子春 与南洋王袁宝剧等 率五千骑兵出臀落阳席 一走西门 大家就都知道袁修要去关中了 一夜逃亡过半 清河王袁胆 广阳王袁战等宗士 也趁乱逃归了 但这个时候 感人的 戴电话了 感人的场面出现了 名人 话说独孤信被贺巴胜派到关中刮彩票之后 又被袁太知道了洛阳 随后又被派回了荆州 后来又被袁修征入了洛阳 独孤信成为了贺巴胜的荆州驻京办主任 等到西迁之时 袁修都没给独孤信打招呼 因为根本就没认为他会跟着自己走 估计独孤信直接撤的办事住就南下回荆州了 但神奇的是 独孤信根本就没有南下去找老领导贺巴胜 而是就此扔了自己的父母 抛弃了妻子和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子独孤罗 着急忙慌的袭来做什么忠臣 袁修真的有这个魅力吗 背后的博弈 其实是袁太的魅力大过了贺巴胜 是独孤信去了平良 看到了武川集团多么的欣欣向荣 自己从而到大 一路自袭沙未可孤中山居以来的宇文太和赵桂这帮兄弟们混得这么好 他也想去当股东了 贺巴胜这被独孤信放弃了 独孤信是个聪明人 他判断宇文太的前景要远比贺巴胜强后并没有主动去西奔跪田发小 那样就不值钱了 他知道袁太这个时候并不缺兵源 偌大的关中等待他去统战 他缺的是足够信赖且有能力的心腹 自己要是直接背叛贺巴胜 甚至拉来队伍吸头 那样人品就出问题了 但是此时趁着朝廷吸迁的机会去关中 就一切都洗白了 第一 我这是跟着朝廷来到关中的 我们最后长大 共同闯关 我的能力你了解 我的成分你明白 现在绕了一大圈以后 又回到了彼此的身边 第二 我忠君爱民 有着朝廷的千户竣工编制 这种政治资源 放眼武川集团并不多 同样履历的 还有李虎 话说李虎来到贺巴胜处后 听说袁太已经接班了 并要找侯墨成业报仇 于日子荆州回关中 行至闻祥时 被高欢别将所获 送到了洛阳 袁修看到李虎大喜 拜魏将军后四肢 命他去镇关中 随后李虎与宇文泰 评了侯墨成业 来看这段史料 我们放大集中 这段史料漏洞百出 为了唐太祖百般遮掩 来看一下李虎的诡计 独孤信先被贺巴胜 安排去的观中瓜彩片 随后宇文泰 534年3月 就声称为贺巴越报仇了 消息传回荆州 最起码要4月了 5月宇文泰 就已经评了侯墨成业了 李虎是根本来不及 走完这么一大堆旅程 跟随武川军团去报仇的 不仅时间上来不及 李虎回关中的行程相当逗 为了报仇 他应该走武官道 两点之间 线段最短的去投奔组织 你莫名其妙的走卢氏 奔寒武官干啥呢 更重要的是 文湘位于黄河以南 距离同关仅仅14公里 这是武川的地盘了 在这个地方 咋可能会有高欢的别匠 抓了武川的大佬 最最关键的是 高欢抓了李虎 绝对不会送到洛阳的 而是会一定压到晋阳 所以李虎的真实行程 其实是这样的 他离开了贺巴胜之后 直接去了洛阳 在贺巴叶死以后 整个武川集团 只有他一个人去找了贺巴胜 他就算底子厚 威望高 再回去大家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仰光去看他呢 宇文泰会容得下他吗 所以他要去洛阳度金 以贺巴叶副手左军大都督 武川大佬的身份 去找此时到处拉风头的 元修表忠心 然后要来了政治待遇 以皇帝亲封的魏将军 去镇关中 所谓魏武帝将收官右 见太祖慎禧 拜位魏将军 赐以金箔镇关中 等回到关中后 再以北魏皇权高级国 镇关中的政治任命 去拜原太魏大哥 表示说皇帝那算个屁 你才是我大哥 体会到政治游戏的玩法了吗 你直接灰头土脸的回去 是迈不出价儿的 必须得这么绕一圈 才能把自己再体面地架出去 李虎这唯一的一个 在表态中 没有站队宇文泰的八祖国 仅仅靠有兵 靠能打 就能再站回最高舞台吗 没有脑子是根本就不可能打 赌费这帮人 那全部是经过严格筛选 剩下的人 全是聪明人 哎呀 你说这太对了 公元534年7月28 要赢袁修回京 9月29 高欢攻打铜关拿下 秦毛红斌 进驻华阴长城 龙文嘟嘟薛冲礼已成投降 高欢打破铜关这件事儿 蝴蝶笑应地改变了历史的最终走向 话说贺巴胜在如水看戏的时候 发现剧情又没按他想象的方向走 袁修嚷嚷嚷那次多凶呢 结果两方面根本都没打 袁修直接跑了 他这个最后收割预备队 根本就没等来入场的时机 贺巴胜率军回到了南洋 思考再三后 决定战队同城份的武川 此时也有理由了 皇帝在关中 自己作为武川最大辈分的创始人大佬 带领一方兵马 能够起到制衡与元太的作用 价值会更高 贺巴胜 随后遣杨修奉表入关 又令辅章使元颖 行周事 随后率军西进 等走到西洋时 元修对贺巴胜表示了极度欢迎 封贺巴胜为太保陆尚书室 瞅瞅 来了关中 就是要被元修 安排和元太这个武川晚辈内斗的节奏 贺巴胜迎赖他强投草一生中 老天爷给他的最后一次大礼包的机会 你这个武川投马 最老资历威望的大咖 此时投奔了关中的皇帝而来 皇帝要给你最大的政治赋能 但贺巴胜到了西洋郡后 听说高欢已经打破了铜关 驻扎在了华阴 他面临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抉择 来咱们看地图 铜关都丢了 西面天险已破 贺巴胜对未来的判断 变成了高欢要席卷关中 天下已定 他现在再去关中 就是投降反革命集团了 他现在的最优算法 已经变成了回到荆州 等着高欢前来招降 虽要再次献出自己对高王 不对高欢的真操 贺巴胜掉头回军 使其身无以献同关 囤军华阴 胜乃还荆州 不去了 我罪灵了 其兴胎左城 崔千对他说道 这是唱举大义耗令天下的最好机会 你只要退了 恐怕这队伍就散了 你会永远后悔的 贺巴胜不搭理 上天至此 彻底厌倦了这个恩姓家奴 此时周民邓旦已经抓了他留下的援影 北引猴警 贺巴胜回军后 被猴警匿击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贺巴胜身重流石 最终仅仅带着自己的五百骑兵 逃离了战场 南奔消眼 高欢打到华阴后 选择了落袋文安 他并不相与刚刚给贺巴越报仇 军事正盛的武川军团开战 自己北上回了河东 派星台长使薛瑜阵通关 贺巴胜只要继续往前走了 他走到关中的同时 高欢也就扯军了 到时他将再收到一次政治赋能 是他吓走的高欢 这个时候他甚至能把袁太压过去 但是 现在 所有的政治光欢 全部被28岁的袁太收割了 贺巴胜啊 你赌错了 现实包 迅速打脸了 由架着七彩相云赶来的白衣骑士 变成了身上重剑灰头土脸 现眼南国的丧家之权 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此 该 论能力 此人威猛无双 即便是群雄耀眼的武川群雄李 史料中明确记载贺巴胜的临阵感觉 那是让语言太多叹为观止的 论算计 此人精明异常 每次都在历史的转弯处 根据局面变化迅速做出了 在当时看来的最优劫 贺巴胜算是中国历史上 永远以眼前的利益进行计算 去随波逐流的能力天花板了 但最后的结果呢 当然其实中间也不差 只是真的配不上他的能力和辈分 还有寿命 他是大福大报的 老天这是给了他多少次当家做主的机会 老天这是给了他闯这乱世多么顶配的硬件 很遗憾都被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还是我们重复一二开篇的那段话吧 英雄的人生乃至历史的真正大剧本 基本都是真龙七局 注定不会每一把都让你精明算计后 永远盈利的献赴献结的 注定会有一些你看不懂的 或者说在当时是吃大亏的棋局 去等待十步之后的豁然开朗 上天是获到付款的 他不会被你算计的 十月高欢到达洛阳 最后一次给元修送了奏折 你回来我率文五百官打扫宫廷公后 你不回来奇妙不能无主 妄国须有所归 陈宁复陛下不负设计 元修不达 他想答元太都不会让他说话了 十月十七 十一岁的孝文帝元红曾孙 清和文献王元义之孙 清和文献王文胆之子元善贱在洛阳继位 同月 元太亲自率军攻打通关 杀了攀鱼 俘虏其手下七千士兵回到长安之后 晋升为大丞相 西卫的司空参军河东薛越 率村民击退的东卫行台薛义 重新占据了黄河西岸的杨氏璧 元太派南焚州刺使苏景树前去镇守 武川集团再次夺回了 玉北通道和玉西通道两道大闸 高欢随后认为洛阳西面关中 南街萧良于是下令迁都叶城 高欢没有命令迁都进阳 而是迁都去了叶城 他和河北豪族的互相妥协 是贯穿他一生的命题 10月27日 孝敬地从洛阳出发 整个洛阳地区就此空了 40万户狼狈踏上了路途 所以老牌政治家 高欢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 考虑到移民没有办法当时就业 特地拿出了130万弹粮食 镇绩河南百姓 高欢在洛阳处理善后事项后 回到了晋阳 从此所有军国政务全部归了晋阳 毛毛躁躁的孩子气元休 在来到关中后 不到半年就被28岁的关中书记元太 彻底看出来了橙色 没啥脑子 却永远是个挑事的配子 于是在这波爵勇鬼 多次翻转的534年年底 12月15日 彻底堵死了这货 皇帝大人 你主动来投的关中 主动给我封的官职 还把公主给了我 这种政治合法性已经足够了 新皇帝的推举中 大伙更多票数推荐元休的职子元赞 但元太打算和高翻反其道行职 不想立位成年 最终立了年长的南洋王元宝巨位皇帝 元太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皇位了 尔珠蓉灭掉葛容之后 我们用了四期视频七万多次 来铺垫东魏西魏南梁这后三国的开篇 自五二三年的六阵之乱后 天下开始崩塌 北魏本已经新疆旧幕 但短短的七年时间里 整个北京在尔珠蓉的狼牙棒下 重新老式的 他创办的尔珠市军校 带出来了后面几乎所有台面上的神仙和魔军 他们在看到他练兵之前 都谈不上开窍 过得浑浑噩噩 随波逐流 只要有他在 后面东西魏的全体领导班子 将永远被错过颠峰期 结果这个魏莫索耀塔的镇玉明王 突然被杀了 又一次群魔乱舞 高欢 尔珠罩 尔珠世龙 贺八胜 贺八月 侯姆陈月 胡子春 刘灵柱 贾显渡 高傲曹 李云忠等等等等 各路神魔纷纷挣脱了束缚 开始各显神通 四年时间过去之后 诸禄魔军被两个大魔重新收服 39岁的高欢成为了 自尔珠蓉死后毋庸置疑的最大胜利者 飞鸟画风的独霸了山西河北与中原 28岁的云泰 在惊魂百天后 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礼乐龙门的成为了关中的画石人 局面来看 高欢已成碾压之势 任你元太通天大才 但起步完已经注定你失去了太多的先手 天下高于之地已经进入高欢之手 不过我们前面说过 历史的剧本很多时候是拍真拢棋局 后面的很多不棋 我们在当时来看用常理根本无法理解 历史之神 将一群历经考验基因亮剑的年轻人 放到了天下金角的同时 还给了他们集体的高授 勤并天下之势 时隔800年之后 在武川军团这些内蒙大汉的催动下 开启了中华第二帝国时代的下一个轮回 最后 也感谢拼多多对元太的大体支持 从苏九龙东 陪伴咱们到春暖花开的拼多多 日常都很优惠 有什么需要买的 可以先在拼多多APP搜索 跟次发流聊聊 或者点击拼领区链接 去进行拼多多百亿补贴比价 只要是品牌的 咱就炒一眼嘛 再有钱咱比比价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